螢光膠椅子 尖嘴無國界交流 整當中港矛盾攻陷尖沙咀廣東道時 來自南韓的裝置藝術家李恩淑 反而說要在杜繳排排坐展覽 主題是無國界交流 幾百張螢光膠椅子 塌高變成大膠椅 還有中、英、日和韓文寫成的人名和標語 以紫外燈光和紡織線條營造出螢光效果 表達變幻不定的生命 正如他的藝術佬一樣 都是經歷重重波折 86年他做展品時石立過熱著火 右手銷箱還差點廢埋 令他生不如死 但是因為不捨得兩個小孩 決定堅持活下去 2007年他的成名作 就是柏林的這幅《22米螢光幕牆》 上面寫著五千個 在韓戰之中失散家屬的名字 他說作品只是想講家庭團聚 並不是戰爭 但是化解紛爭 維繫家庭就是他藝術的一部分 他在爸爸的口中得知 和前妻生的四個子女還在北韓 生死未卜 是他爸爸人生最大的遺憾 他慶幸仍然有家人在他身邊 其中小孩還有份籌劃今次的展覽 她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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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自己的夢想 她是莫當人的 她是靠近人 也是靠近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